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埃及虽然做奴隶 但至少一切比较稳定 每天起来做苦工 晚上天黑睡觉 生活遵循一个固定的轨道 领袖摩西和亚伦出来说 我们去迦南 哦 那就走呗 反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一起去 听说为这件事摩西和亚伦和法老争斗了很久 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又听说为这件事埃及全地遭受了好几次灾害 真的吗 反正我们以色列人住的戈山地始终没看到任何动静啊 最后一个晚上的逾越节 大家都说埃及人每家死了一个长子 我们以色列人其实只是听了摩西的话杀了羊羔 第二天就走了 埃及人家家都在哭 赶着我们 每家还给钱 这可以算是比较直接的第一个经历吧 但是摩西口中的神真的那么有能力吗 真的能带我们走未来的路吗 迦南地真的那么好吗 这样总结一下 我们就可以理解普通以色列人心中可能的怀疑 神明白他们 知道每个人心中的软弱 过红海的神迹 就是为了兼顾人的信心 第一 第二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安营在比哈西路前 密夺和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喜分 靠近海边安营 转回这个词很关键 说明他们原来的路是没有走这里的 一些圣经参考书的地图上显示 他们原路其实已经要走出埃及 但是现在又转回来了 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来到这个地方呢 前面是海 两边是山 而这里其实离埃及不远 这是一个军事上的诱饵 这样法老就会受迷惑 误以为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这件事对以色列人的信心也是个锻炼 他们已经做奴隶四百多年 目睹了埃及人长子之灾后 可以做到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但是心中怀疑 一遇到事情马上开始抱怨 第十到第十二节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赶来 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 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比死在旷野还好 类似的抱怨 在未来几周的出埃及记经文中 还能看到很多次 多到一个地步 我不禁怀疑这些 以色列人有严重的健忘症 否则 为什么前一天刚刚经历神迹 第二天就满腹牢骚 但是仔细想想 我也相差不远 难道神 没有在我生命中显神迹吗 难道恩典不够吗 为什么我一遇到困难 也会怀疑神的作为呢 好 回到今天的经文 第13、14节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以色列人都是平民百姓 辅老邪幼 还带着很多牲畜 队伍散乱 走得非常慢 埃及人这边是职业军人 600辆特选的军车 每辆都有冰车掌 如果放开道路 以色列人很快就会被追上 所以神的安排是这样的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面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面 转到他们后面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中叶两下不得相近 神的使者断后 开路先锋 换成了摩西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 摩西向海中升仗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做了墙员 仔细想想 这时海水分开了 脚下肯定还有很多泥沙和礁石 以色列人都是步行 也许能慢慢通过 埃及人的战车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但他们也许是黑夜看不清楚 也许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完全没有思考 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 都跟着下到海中 下去以后 很快军队就崩溃了 第25节 他们的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这样漫长的一夜之后 以色列民众都走出了红海 迎来了故事的高潮 第27、28节 摩西就向海升仗 到了天一亮 海水仍旧复原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另一边的以色列人 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心情 本章最后两节 当日 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回顾一下 是法老和军队的领袖一手造成了这个结果 首先 几天前我们读第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法老明明白白地允许以色列人离去 夜间法老招了摩西 亚伦来说 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 依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 也依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 并要为我祝福 结果他们刚出埃及 法老就反悔了 其次 没有人强迫他们 跟着以色列人下红海 因为他们前面有云柱隔开 第三 经历了石灾 特别是最后一个杀长子之灾 又看到红海分开 这样超自然的神迹 他们仍然想要挑战神的权柄 不相信神的保守 继续追赶以色列人下海 实在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最终结果 也是咎由自取 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 以色列人似乎皆大欢喜 从此走向胜利 但是两章之后 他们的心态又回到起点 又开始抱怨 归根结底 他们和埃及法老一样 小心和反复无常 这对我们今天是个极大的警告 每当怀疑的时候 我们要回忆神的应许和恩典 才能不重蹈覆辙 让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神 我们今天读了过红海的神迹 这不仅仅是神的大能彰显 更是对我的提醒 提醒我不要被罪性捆绑 犯以色列人和埃及法老 同样的错误 我感谢神的恩典和圣灵的陪伴 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要持守神的教导 跟从神的脚步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